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 我是王雨天 最近美国又开始炒作 佩洛西要窜访台湾 可是就在刚刚不久 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之间 刚进行一个会谈 布林肯做出了一个六步的承诺 为什么美国刚说 要给中美关系加上护栏 这边就要马上 要把中美关系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今天我们有请 王毅飞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美国做出的六步的承诺 究竟内容是不是给中国挖了一个坑 是这样的 从去年十月份 中美首脑视频会晤之后 美国提出了一个四步亦无意 就是不支持台独 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等等 那个时候加起了一共五个 最近王毅和布林肯会面的时候 布林肯把过去的四步亦无意五个之外 又加上了一条 说美国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 好像美国这个做的我很主动 我又对你示好了 大家都知道 所谓不改变台海现状 是美国日本等等西方国家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其实它的用意是什么呀 不改变台海现状 而现在台湾正在向台独分裂的方向发展 这个它不去管去 而要求中国大陆不改变台海现状呢 就是说你和平统一你都不行 你统一就改变现状了嘛 而台湾那边方面呢 怎么做都可以 实际上呢 就是要不允许中国 不管是合同 如同也好 都不允许 这就是它不允许改变现状的 它深刻的含义 而这一次美国自己主动说了 我也不要求 我也不寻求改变台海的现状 这个呢 是美国最新的一个原则性的说法 过去都是一个表态而已 这次呢 它把它作为原则说出来了 其实它呢 是给中国呢 在挖坑 大家看到吧 网也没有上这个当 没有把这句话接下来 为什么不能接呢 你接下来就意味着 我们也要表态 我们中国大陆 也不寻求改变现状 那我们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从何谈起呢 它是一个钓鱼执法 它这个原则就是 要我们这方面也要确认 我们也不能改变现状 可是我们中国现在 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是要实现 组国的完全统一 再说 什么叫不改变现状啊 台湾早就改变现状了呀 你美国不是承认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可是台湾 它不承认 它在强调自己的所谓的组建 它已经改变现状了呀 你美国不是在改变现状吗 你美国不断的派高官到台湾去访问 现在甚至要派出众议长佩鲁西到台湾去访问 这叫不支持台独吗 这不是改变台海两边的现状吗 你到台湾去访问 台湾当局以什么名义接待你啊 对不对 用什么名义对外宣布啊 肯定是用他们那个所谓的称号 你就等于改变现状嘛 而你现在要求中国大陆这一方面不改变现状 实际上就是要把不允许未来统一强加于中国大陆身上 那当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在上一次中美首脑的视频会议上呢 我们中方呢 对美方说 你们的这个话说得很好 但是呢 拜登呢 管不住手下人 给了拜登一个面子 可是目前看呢 拜登好像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 他呢 可能就是这些事件幕后总策划 众议长 他本身就是民主党 是美国领导的几巨头之一 难道这还是你的能管缩 不需要管缩的问题呢 你们的意见肯定是一致的嘛 否则众议长不会到台湾来窜房 所以美国一直在改变台海现状 台湾一直在改变台海现状 你反过来要求中国大陆 不能实施未来的统一行动 这我们当然拒绝美国的这个说法 好 关于上次中美会谈 美国给中国挖的坑 刚才王老师呢 已经分析这么多了 其实呢 归根到底啊 还是由于我们两岸分离的现状 造成了别人有机可乘 所以呢 早日统一 我们呢 才能少点这种乱七八糟的事 好 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